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威 这次要介绍的是 SuperRobot超合金 冥王计划天之九来马 首先感谢好友黄老板 帮我掏到了这只保存还不错的天之九来马 而既然钱都花了 那当然要借此机会水一片 呃不是 是用现在这2020年乱世的眼光 回看当初2012年商品的表现 借此怀念一下 SR合金这已经消逝在时间长合的商品线 SR超合金当初挂着合金玩具的头衔 却完全省略变形结构 以为低价跟把关节设计的多 就能在合金玩家与可动玩家间两面讨好 但设想很丰满 现实却平板的如飞机场 再加上厂商自己也不断的践踏这个品牌 商品价格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飙高 从第一支的魔神Z4000日币 一直到最后一支Gredo Margin Kaisa 已经是13200日币 这个品牌从开始到结束 真正涨了三倍 而当年甚至流行起了零件特效 分开卖 徒增玩家麻烦的脑残行销方式 而且外挂还几乎都放魂商店 什么天元突破 钢巴斯达 勇者王 魔神凯撒 曾盖特 都是这一系列悲剧的例子 最后就是万代商品前按惯例的 账面业绩不好 导致品质每况愈下 业绩更不好 所以大量商品进魂商店 业绩真的太不好 最后整条线腰斩 历史的重蹈覆射就是这样蠢的令人发笑 是吧 超合金魂FA 内容物包含本体一支 还有这个天智招牌的压克力版 替换的平手一对 替换版比较突出的灯泡一组 再来天智特效 跟冲击波特效 一组备用的角色是软的材质 再来就是装在屁股上可以支撑支架的连接零件 这支定价是4800日币未税 当初的价格大概在台币1200块左右 嗯 1200块的合金玩具 这摆在现在根本是骇人听闻 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最早的SHF 也是有合金零件的呢 且欧莱玛的体态其实在动画里就蛮多变的 近看时会感觉很有写实巨大机器人的金属堆砌感 但动起来干家的时候又会变成超级系机器人的灵活体态 而画风的转变呢 让商品的诠释也有了更多的面向 而SR合金走的是强调体态修长帅气的超级系风格 整支站着其实不像是魁梧的巨大机器人 反而多了人类体格的肌肉曲线 与日式机器人夸张的拉伸线条 当然杰欧莱玛特征的尖利装甲是完整呈现的 而且我收到的这支保存的还不错 过了这么多年塑胶没有烈化变色 跟金属零件之间也没有出现色差 而且整支的份量是不错的 拿起来有重手感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造型、份量基本都还是蛮优秀的商品 头部涂装可以看出当年的技术 还不足以让太精密的细节上色到精准完美 尤其眼部周遭是用透明零件上色 更容易看出涂装上的小瑕疵 不过这支它头上的这个角色是做分件 虽然说这个零件算是蛮容易掉的 但是基本能减少把玩时产生的损坏风险 而且如果你觉得危险的话 还可以换另外一个比较软的角色来替代 虽然全身的配色基本只有黑白两色 但胸狠特异的装甲造型不会让这支感觉色泽太素 而且反而因此特别衬托出胸口灯泡的亮点 虽然我一直觉得这个胸口的灯泡好像是弹珠超人 按一下会射出去 手背在造型与可动方面做到了不错的平衡 当然装甲造型仍然是未帅而帅 但意义不明的设计 这支不管是你要换成平手 还是要换上面的灯泡零件都有一个固定的装法 就是你必须要先把它这个灯泡给抠开 然后就会露出正常的手 所以如果你要换成爪手 你就必须要原封不动的把整个组件都给装回去 包含灯泡来完成一个换装 那其他不管是你要换发工版的灯泡 还是发射特效 还是天的特效 反正都是一样的装法 那发工版灯泡跟一般的灯泡差别 也就是在于它的一个突出度 我虽然没有办法明确指出 它这一双腿到底有多少合金零件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整支的合金零件 的确都集中在这一个下盘上 然后腿的分色涂装也都还不错 包含这金色的涂装很亮 然后脚掌有合金零件的关系 所以这一支也是站得很稳 背包也是这支很神奇的部分 除了帅之外好像根本没有任何实用性 这两个尖刺如果拔下来当近战武器 应该会非常帅吧 可惜没有这个功能 冲击特效呢造型还可以 但是结构偏重 长期装着一定会破坏手背的关节强度 而且这个材质摸起来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属于白酒了会出油变黏的类型 天字特效算是蛮有特色的配件 配合上不错的手背可动 可以轻松的摆出剧情当中 那特殊且抢眼的开大发招动作 这个巨大的天字呢 算是蛮画龙点睛的东西 成本不高但效果卓越 其实GSC的那支大杰欧莱马 没像这支一样给一个劣质 我心中是有点小不满的 用SR天杰欧莱马的角度 来看好微笑的大杰欧莱马 其实可以看出好微笑的体态过于中规中矩 而SR则有特别修饰过体态 整支没那么机械化 反而带有些许人类体态的特征 至于哪支比较帅 哪支比较耐看 那就是各位见仁见智的问题啰 接下来进入可动的介绍 而这支其实很棒的地方 就是万代它在基于天之久莱马的这个造型之下 就很用心的设计了一整套的手臂可动 让这支可以完整的做出剧情当中的 灯泡硬碰硬的大招发射动作 而且这一套天之杰欧莱马的手背可动呢 它已经是一个教科书形式的 所以后面的GSC的杰欧莱马可动 其实也是这样子差不多的设计 所以说它的肩膀同样分成两节 一节在这里 然后一节在这里 所以它的肩膀上台 两节都发动之后 可以做到这样 它的手肘呢是二重关节 所以可以凹到近乎对折 再来上碗平面回旋 然后它的这个上碗平面回旋的关节呢 不是单纯的插销旋转 而是一个球关的设计 所以还可以再做一点点的前后左右的微调 然后它这个手肘关节呢 除了二重关节的前后移动之外 它还有一个斜的一个小小的可动设计 这两个关节就是等一下做招牌动作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个微调项目 手腕是一个球关 所以说可以旋转 然后上下左右 然后它胸口的这两个像是向牙的这一个零件呢 也是有前后外开跟上下旋转的一个独立关节的功能 那它的肩膀上台同样也是这一节可以转 跟这一节可以转 肩膀的球关虽然没有拉出式关节 但是也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前后左右的一个移动的功能 所以说呢就是移动这一节之后 然后把它的手背凹过来 再来呢旋转这一个关节 来达到一个手背有一点扭曲 有一点猎奇的姿势 但是可以做到剧情当中的一个灯泡 护状的发弓绝招的动作 所以在手背关节发挥到极致的情况之下 甚至可以摆出它剧情当中第一化的那一个 两个灯泡对撞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这套关节的确是设计的很漂亮 很有巧思 相当的一个教科书式的范例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它这个手背连接的这一个卡榫呢 有一点短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关节 我觉得还蛮脆弱的 所以这一个结构呢 在掰的时候要小力一点 然后所有的动作 都要顺着它的可动关节来做 不要一下子掰太快 用力过度把关节给掰断 脖子的可动呢 前后 它往后几乎没有可动性 然后转头呢 也是因为它这两个并角 整个锁在胸口里面的装甲 所以它的转头可动性也很小 部部的话呢 就是只有这一个关节 前后旋转扭腰 这一只的上半身虽然是没有很重 但是因为它毕竟就只有一个球关在支撑的上半身 所以这一个球关应该是这一只关节比较容易松的部分 要小心 进入下半身可动问题就来了 它的裙甲可以上线还OK 然后这两片小的也是可以独立掀起来 而且是有球关结构的 连后裙甲都有上翻的结构 掀起来之后还可以看到大腿平面回旋的结构 所以这个裙底风光完全外露的情况之下 感觉起来它的这一个髋关节上台 可动应该会很好对不对个头 它的髋关节上台可动性只有这样子 很神奇的设计 它的这个髋关节的这一个锁的地方太往上 而且往前了 也就是说它这个一台 它的这一个粗粗的大腿就会跟它的裙甲做相抵触 这个设计完全没有道理 关节配置 因为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因为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骨盆是还很空的 也就是说它把整个大腿关节往下往后拉 完全有结构上的余裕 但它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白痴设计 那也因为这个大腿上台的幅度太小的关系 所以它这个膝关节虽然说是很漂亮的二重关节 可以做到对折 但是其实也几乎等于是无用武之地 那大腿平面回旋倒还是可以旋转 脚踝可动倒是设计的也还可以 前后这样子的角度 然后脚掌本身有一节独立可以往下 跟往上的结构 再来旋转有一点点 接地也还可以 所以大腿外开跟接地这一支是都还不错 但就是这一个整个宽部跟大腿互卡的一个可动 设计的真的很滋涨 而且也呈现出了很典型的万代尿性就是绝对 不会把东西设计到一百分 这支如果摆到现在 那价格定价绝对是超过八千日币 特效呢还能单独拆卖 魂商店卖个两三千日币 而且呢顶多是可动会好一点 但合金量说不定还会降低 所以这个东西呢无论如何都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我个人不建议因为收了GSC的大捷偶来码 而心血来潮往回头收这支 除非你的运气很好 以上就是本次SR超合金天之捷偶来码的介绍 详细的图文说明请点击下方的图文网址 那喜欢阿姆维的文章请记得订阅阿姆维的玩具部 阿姆维的玩具部 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